靠伦巴五定点转站不稳的问题如何快速解决 下面来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要有一个概念 定点转没有转 就像老婆丙里没老婆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说他没有转呢 那这时候有同学就会疑问了 说老师我做Sport的时候 会有这种流头甩头啊 他这种不是转吗 这叫做转的现象 他不是真的转 为什么讲叫转的现象呢 因为他不是通过我们常规的旋转肌肉发力 来产生的这种底层力量 那我们大家在学定点转学的最多的 无非是什么 脚法 脚法这是第一个点 对不对 第二个点 好 流头甩头 上步以后流头甩头 啪 第三个学什么呢 手先走脚下再走 就是我们的对抗 三个连接起来以后发现完蛋 完全做不起来 转过来就站不稳 转过来就站不稳 那首先大家一定要去知道啊 因为它本质不是旋转的一个发力底层逻辑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旋转做 加上所谓的流头转头 各位对你的脊椎压力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跳到什么脊椎侧弯 因为它不是拿这一块 也不是拿这一块 它是什么 出脚以后 依靠我们两个脚掌的协同作用 快速地产生一个转动 而我们要做的上身收紧 也不是刻意地吸紧 这个叫过度收紧 真正的收紧是只要我肚子不出来 屁股不出来 跨不出来 这就是收紧 所以做好收紧 手 先保持住 好 在这个位置两个脚掌 看到吗 这个位置去转 那我们的流头甩头只是一个表象 是假的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得很顺 但是老师没有可以用这块 不然的话脊椎伤害非常大 好 推上来以后 the 好吗 脚掌的这个the 这个是核心的发力 连起来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看到了吗 这是核心发力 然后中间的支撑点就是 从我的腿到身体要保持稳定 不要这样掉下来 还有一个 这是所谓的手先走 脚再走 它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是解决我肩膀的两个点的稳定的问题 看好了 稳定 稳定这两个点 对着我要行进的方向 the three and four 看到了吗 这样就能做的既有速度 动作又规整 流畅性还高 而且还不伤你的颈椎 明白了吗 赶快试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节目